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夫奇少女变形机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808集的节目 最近的话我终于硬是把自己抽出时间来看地球火种的动画片 有朋友给了我Bilibili的翻译的中文配音的版本 所以今天这款玩具的话我就用B站上面的翻译叫它置身 先来看一下它的包装盒 因为我已经有看动画 所以这个时候再来介绍这个系列的玩具 我已经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主角群 主角群他们的肤色看起来 我本来以为他们是拉丁美裔的 但是呢看了一下动画片 他的父亲 这个这对兄妹的父亲 好像是菲律宾籍的对不对 所以他们应该是东南亚人 而不是拉丁裔的样子 如果有错的话大家给我做一个更整 World class的话呢 我给他的评价是非常的高的 然后呢这款Deluxe class 我感觉吧 其实并没有比WG好多少 并不是说它有多差 而是我觉得先前的这款WG呢 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蛮高水准的演出 两个最大的不同 在于配色上面 白色跟这种铁灰色 但其实动画片里头应该是银白色 或者是银灰色吧 两个颜色都不对啊 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 而且呢WG的话 它的武器是可以变成盾 变成炮 还能够变成车子的副驾驶座 但是我们的这款Deluxe class的话呢 它的兵器的话呢就只有盾牌 或者是说顶多你把这个炮弹呢 给它装在上面 它顶多就是也就这样 但重点是它在载具形态下呢 它的并不是变成一个副驾驶座 我觉得这一点的话 反而不如WG来得有趣 那么它还有一点 是我觉得WG比较优秀的地方 就是它的一个腹肌的部分 里头是有刻画的 但相比较的话 我们的这个D级里头居然是空的 这一点让我们非常的不能理解 头雕的话呢 你如果仔细去对比 它的一个头部的大小 WG的头比例其实是更大一点的 也就是说呢 这个看起来的头身比会更加的修长 那这个的话呢 我反而觉得说比较好看 因为分色吧 可能这个绿跟灰这样子感觉比较显眼 当然也有可能不排除是 它的主人的话呢 中方音乐胸位给它做一个补色了 Anyway这两个比起来 我会真的觉得 虽然你是第一级高了一个等级 但是并没有比较 比WG要好到哪里去 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 头雕 那头部的话呢 一样眼睛是当然不能发光的 那么这个人物的话 个性很开朗 眼睛的话呢 一直都闪闪发光 非常的有趣 那手臂也可以完全的平举 它的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球关的开口 对 这个球关的开口呢 你并不能够把它转到前面 它一定是在侧边啊 所以的话呢 你要硬要把它折动 这样子也可以 但是感觉很奇怪啊 这个变形的时候呢 会需要用到的 腰身可以转动 脚前后左右侧踢 都没有问题 外买内收当然也是有的 膝盖的幅度比较有限啊 这个轮胎限制比较大 脚踝的话呢 这里有一个单独活动的关节 而它的两脚造型是不一样的 可以看到 它的两边的腿部有一个不对称的变形啊 差一点点呢 其实也不大 那么玩具的一体性还可以啊 那总体来说的话吧 就是因为现在玩过W级 这个D级的话呢 倒是没有给我很惊艳的感觉 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款制胜的变形 但在这边给各位展示一下 如果你兵器不想拿 可以让它扣在后面啊 基本上也是一个蛮完美的造型啊 那这个就先把它取下来 我们变形的时候呢 先把腿部给变形完成 首先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脚的话呢 把它给转到这个方向 轮胎朝上 然后往内折进来 你看它这里有个凸 它要扣进这里面这个凹槽 然后呢 腿的话呢 先把它给翻出来 到这边 把它呢 先把这个地方呢 给扣上去 把它给扣上去 这里 那这里扣的时候呢 这个外摆内缩的位置 大家调整一下 好 扣到这里 再来的话呢 这个脚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把它稍微推开一下 把这个部件给往下推出来 这个到这里就可以了 先到这边就行 另外一侧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往上追上去 这里转过来 轮胎朝上的情况下 往内折进来 折进来之后的话呢 这个部件先把它往外面 推出去啊 先把它往外面推出去 我们把这个地方 一样先把它给扣上去 那这个脚 这只脚的变形比较不一样 你可以看到这个鞋尖 是朝那个方向 我们这个时候的鞋尖 也要让它朝 一样一个方向 转到这个方向之后呢 再把这个地方旋转出去 好 到这边就可以了 可以看到吗 两个鞋尖朝同一方向都行了 这样 这样把它塞进来 塞进来之后呢 先扣上面这里 然后呢 这里刚刚有个卡扣 这个地方 因为我刚推进来的时候 顺便把它给 扣这里 看到吗 我刚是推进去的时候呢 推上面的时候呢 顺便把这个下面这里给推进去了 各位注意到就行了 然后 刚刚喷剑的这个部分 我看了一些老外的开箱影片 这个部件几乎 几乎就是 几乎就会一直掉 它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蛮致命的一个通病了 好 到这里 下半身到这边就变形完成了 其实它的基本思路的话呢 跟 呃 WG也是很像 再来我们把这个 身体转到侧边 这个 记得 这个部分 是在靠近车尾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一样 跟WG一样的 这个地方 有一个卡扣 扣进来 两侧 对不对 有一个凸跟奥的结合 好 扣上去 好的 这里 把它给压上去 再来 手部的跟头部的变形都差不多 把胸口这一块往上挑起来 背后这块部件挑起来 然后呢 这个地方卡住就行了 那这个整个手 往下放 放下来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 蓝色的凸 要扣进这个 白色的缝里头 好 然后呢 这个 先不要到这里 我们先把这个手臂往下放下来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车头这里白色有个凸 它要卡进去这个缝里头 好 到这边 先把它给稍微卡一下 然后呢 手臂的话呢 把它给 转到 这个方向 刚不是有个 球形的开口在下吗 双动关节把它折进来 折进来 然后呢 拳头要反转 转成这个方向 好 那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 把它给转到 这个方向过来 它这个有点 硬 硬记的意思啊 转成这样子 好 那这个时候就把它 顺势的把它放下来 然后两侧的话呢 变形是没有很对称的 我们先看这一边好了 这边的话 你看到这里 有一个倒钩 倒钩要去勾住这个 这边哦 这里 把它给放下来 好 这样子看到吗 把它给卡进去了 但是呢 另外一侧的话呢 却没有倒钩 我不知道 为什么它没有倒钩 变成说你扣的时候呢 是靠这个地方 这个凸 插进去这个缝里头 所以两侧变形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那么呢 这个变形的话呢 基本上到这边 算是完成了 可是呢 它的这个东西就是 只能扣在这里了 而且我觉得扣上去之后呢 它的车型 感觉又比较帅气一点 因为它整个有一个延伸 拉扯的感觉 我们来看到这款制装的载具形态 就变形 先讲一下变形的过程 其实说难也不难 但是就是最后的这个组合的地方 它的卡控都非常的浅 所以说在组合的时候 可能需要练习一下 要有一点点专注力 这个地方有时候会爆开 尤其是我也都懒得理它了 其实这款玩具呢 在载具情况下呢 我觉得吧 它这个支架呢 我觉得是个人觉得有一点点过短啦 当然撑是撑得住 但是我觉得吧 它绝对没有这个来的有趣 我们就直接的拿出一个W级来做个对比 有一个侧座呢 这个推车的滚动性是没有话说 非常的舒服 相比较之下的话呢 这个支架跟 而且你看这个部件的运用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本身的话呢 以涂装就看个人的一个喜好 它的一个地族人的徽章 在这个车头 这是比较明显 如果你喜欢这个特征的话 但是呢 它的一个拳头的暴露的情况呢 其实也是显现的比W级可能还要再更严重 因为它的拳头的一个分色特别不一样 然后你转动 不管你转哪个方向 它跟旁边的话呢 都会特别的明显 它那个洞 反而W级的话 你看我一直在夸点W级啊 这一集我到底是在 到底在做哪个玩具 我都自己快要搞不清楚了 那么它这个白色的这个车子的话呢 看上去有点像是警车啦 就是警察人那种重击的感觉 那因为动画片里头 它是属于一个 应该是银灰色 或者是铁灰色了 那各方面来说呢 如果你是先前已经有W级的话 然后你只想拥有一款支撑的话 那其实我觉得W级那一款 应该也是相当可以的 当然如果你对这部动画片 你特别的喜欢 那这个玩具带回家也是不错了 因为这个动画片 讲到最后 我还是称赞一下 第九波种的动画片 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节奏也是很明快了 虽然看到 我目前看到第六集吧 节奏就是是我喜欢的 那可能目前看到的格局没有很大 但是我觉得它的故事 讲的还是相当的不错的 相当的不赖 那就推介给大家吧 那今天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